海底世界是什么样子让很多人都很好奇 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两年特别委托了专业团队 搜集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制作成了海底忙什么序列影片 一上传就得到热烈回响 目前累计有27部影片了 希望可以让民众认识并且关心海洋生态环境 一只海龟在珊瑚礁凤里 左摇右摆不是被困住而是在搔痒 原来海龟的背甲下分布了神经末梢 所以会有感觉 当有附着藻类或其他生物时 常会在礁石上磨蹭 就是想要知道我们海底的一些生态的资源 然后105年就跟在地的潜水教练一起合作 去做东海岸跟绿岛各潜点的一个生态记录 东海岸是为了推广海洋观光深度旅游 从105年起委托专业团队 拍摄以东海岸或绿岛海洋特色生物为主题的影像 搜集到难得一见的生物行为影像 包含产卵中的珊瑚 摩贝甲的海龟 拟泰的章鱼等等 制作成海底盲什么系列影片 影片一上传就引发不少回响 其实我们这两年大概陆陆续续已经上了 目前已经10部的一个作品 10部累计的点阅率都已经超过3万人的点阅 在动画《小美人鱼》中 拟人画的海洋生物生活日常 现在透过东莞处27部生动又有趣的短片 让民众能够更认识并关心海洋生态环境 继续下集会台东市报道